好 那么 我想我们这学期 我渐渐开始觉得轻松了 因为看起来 想要传达给各位的东西 会考试会内部 纳入这个 期末考范围的东西 已经剩不多了 大致上就剩下一堂半 可能剩下今天上课 以及下礼拜 礼拜二 我相信可能 不用用完全部的时间 我大概现在还剩下两个topic 那所以今天会先来带大家看 其中这个急速的展开 我们继续往下看 首先先让我们来 前情提要 我们上次的上课 两天前跟大家 费了蛮多劲 去证明了这个tile展开 在负变函数里面 关于一个解析的负变函数 如果说呢 f of z 是analytic 我们每次总是从这边开始出发at 一个某个z等于a 某个z等于a 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在这附近f of z呢 它会我们可以尝试它表成是做一个tile展开的这样子一个建构一个这样的秘极数 所以我们知道是summation的n是从0开始到无穷道 然后这个系数呢 n阶层分之 n次为分 在a这点做n次为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z是analytic 所以可以为分 可以为分任意多次 并且所建构出来这个密集数呢 这两者会相等 会相等 相等的范围是多大呢 并且那个定理也告诉我们说呢 事实上只要我们在a这边 我们可以尽量的就是把那个圆柄的半径画到越大越好 大家知道说它能够碰到第一个离它最近的singularity 假设说呢 这个f of z given的f of z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f of z 当然它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有singularity 会有这个 比方说分母等于0的地方 就是singularity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 它的展开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定理的话 我们整个证明的过程 其实都有去指向一个原则 收链的范围 就是说这个等号成立的地方呢 等号所成立的地方呢 就是从以a为原型 找到一个跟它最近的 比方说假设这个是最近的一个nearest nearest singularity nearest singular point 假设可以这样子找到的话呢 那就以这个画一个圆 画一个超丑的圆 在这上面还不太够熟练 调整一下大项 越调越糟糕 好 大概 所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这样子画一个圆 假设这个圆就是以a为原型 然后这个 跟它最近的那个singularity的距离 做半径的话 则在这里面 在这个圆的内部 open disk 这个等号会成立的 这等号会成立 open disk的等号会成立 原应该是画虚线 不过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再试着再复习一下 这个定理的证明的过程中 我们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用到是科西公式 那to prove 上次我们其实费了蛮大的劲 其实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科西的积分公式 那这个积分公式告诉我们说 再把这个积分公式写出来 他一直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zeta-z 如果以zeta-z的n加一次方去除fzeta 那我们知道fzeta呢 是假设这个c这个路径呢 就是包住a的某一个路径 包住a的这个某个路径 c 包住a的某个路径 c 并且 画一下 c只要是能够包住a 并且在c的insight 全部都是analytic 事实上c可以画大一点 没关系 可能可以是这样的c 只要在它的里面 没有碰到singularity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使得说呢 使得什么 使得 我们会用到一个这样的式子 这个如果我们用 zeta-z的n加一次方去除fzeta 去除我们的fzeta 然后绕一圈做积分的话 我们知道说它会只跟 因为我们假设在c的内部 这整个函数是analytic 那看起来就除了 zeta等于z的这一点以外 都analytic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呢 它这个 这个积分算出来的值 积分所算出来的值呢 只跟在z附近的性质有关 那是什么性质呢 就是在z附近的n次为分 n次为分 然后 n接分之2πi 会具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cauchy formula 可惜的积分公式 所以证明步骤 我们当然证明 一开始我们其实没有用到 n等于多很大 我们其实像是把这个 在证明的步骤里面 有用到的是 n等于 其实这样子用到 n等于0的情况 n等于0的情况 in particularly用到n等于0的话 那最简单的情况就是 z-z 所以第一个cauchy积分以后 fz 这两个去 这样子一个比值去除呢 然后对z做积分以后呢 它就会等于2πi 乘上fz的本身 我们是用到一个 这样子的出发点 好吗 好 那所以这个证明 我觉得是蛮精彩的 那在我们今天接下去讲 洛朗急速展开之前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之前 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也顺便请助教 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cauchy积分公式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蛮漂亮的应用 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cauchy积分公式 可以拿来证明 所谓的代数基本定理 cauchy的积分公式 for general n 就是说for 任意的n 这个积分公式都成立 n其实是大于等于0 都成立 那使用这个科技积分公式 课本其实有给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立体 就是说在23章 有个立体 它能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证明说呢 最后 证明说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 z的多项式 比方说是 它这个多项式的 power可能是大写n 那么z的大写n 加上第二项的系数 是a的n-1 z的n-x power 加上a1z 加上a0 这是一个多项式 p of z就是一个多项式 那这个多项式等于0的话 就是代表说 要求这个 令多项式等于0 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就是要求多项式的根 多项式的根 那所以 所谓的代数基本定理呢 这点点点 我们会有机会 能够去证明代数基本定理 也就是说呢 任何的一个多项式 任何一个多项式 n-x的多项式 在负数语中很有根 很有根 in other words 一定走得到 某个z0 such that p of z0 会等于0 那z0就是这个多项式的一个根 这样大家了解吗 所以 这个定理当然是 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等于是 我觉得在 人类对于负数的了解的一个里程碑 我想我跟大家分享过 当初这个 我妈妈妈 我妈妈数学老师 那 他告诉我 根号-1是 就是一个 虚数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I 那我当然 我当场问他 后来过了几天我问他说 跟他I等于什么 他跟我 居然跟我说他不知道 他就是不重要 小孩子不要问太多 但事实上小孩子没有问太多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发明了I 但是呢 还不够的话 那我就等于是白发明 等于全部都是 我上次容许我说 那整个负变就是干的话 就是说 随便发明一个I 事实上不是的 这边呢 我们事实上就说呢 再讲更清楚 代数基本定理是说呢 任何负系数的多项 是在负数域中很有根 那很有根的这个就imply 其实很有一个根 就imply它很有N个根 为什么 因为可以做 就可以做因式分解 如果有一个根的话 那所以 接上马上consequence Pz呢 我们可以把它降解 写成Z 减掉Z0 然后第二 这里面东西呢 可能是一个P的 我就随便写P的N-1Z 或者这个PN-1Z呢 是一个N-1次的多项式 好不好 所以那于此 在于此 如此类推 就会有Z-Z0 那可能 因为这个代数基本定理 这个N-1次多项式 也会有一个根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Z.Z1 这样下去去 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因式分解 所以这个的implication 是非常的深远的 就是说 意思说 复数已经够了 复数已经够了 在这 至少就这个多项式 来求找根这件事情 复数已经够了 我们不需要再定义 一个另外一个 第三个维度 X加YI已经够了 使它够 in the sense that under the sense that 所有复系数的多项式 在复数域中 一定找得到一个根 那这个会是我们课本上 一个作业 一个很精彩的作业 事实上它证明 也没有非常长 那会用到的东西呢 会用到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上面 这个科系积分公式 会用到就是我们 科系积分公式 这样的公式 可以拿来证明 代数的这个 基本定理 所以我希望 我这边就 给大家有个期待 希望这个 请助教回头 今天要 刚刚要勾作业嘛 请助教 我这边就 麻烦请助教勾这一题 好吧 去找一下 这个前年 你们在修课的时候 也都有勾这一题 好 Any questions so far 大家可以吗 好 那所以 这边大概就是一个 补数 我们稍微cash up 我们正在讲的东西 上次讲的东西 基本上是 Tiler展开 F of Z呢 如果它在 A这边解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将它做Tiler展开 并且等号会成立 这个等号会成立 成立范围是从A为原心 以A为原心 然后找到一个 最近的singularity 拿着A到内点之间的距离 作为半径 画一个open disk 这就是这个等号成立的范围 好 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 要继续讲的东西呢 是下一个章节 这个下一个章节 叫做Lawrence Series Lawrence Series 它基本上可以想象成是 密集数字在一个推广 就是说Tiler展开的 在推广到 让那个power 可以变成是有负的 所以它这个怎么样 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呢 适用的条件 当然是假设 先假设FZ 在某个范围里面 Analytic 出发点总是Analytic 但是我们这边是 讲到是FZ 会在某个环状的区域 某个Annualist 的区域是Analytic 所以先做一个这样的假设 先这样假设 所以画图看来的话呢 环状的区域 假设这意思就是 两个同心圆 两个同心圆 它一大一小 同心圆 那么同心圆之间的 这个范围 比方说以这个图来看的话 就是说 以A为原形 距离在Raw1到Raw2之间 这个范围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Analytic 环状的区域 那么 这里的定理就说到说 只要FZ在这个环状的 画灰色的区域里面 是Analytic的话 则FZ就可以 以 这种极数的方式 来展开来 那这边上次跟大家提到说 重点是N N它这个开始的范围 是可以从负无穷大 来开始到正无穷大 那当然每个系数 就不一样 就把它称为CN 然后Z一样是Z和A的N次方 这样子所组合回来的东西 课本上面就介绍给我们说 FZ它可以这样展开 并且C 而且这个展开是唯一的 注意到说 它的文字用语 这个FZ permits the following expansion the following expansion 是一个the 就是说 它就是这种的表达方法 是唯一存在的 表达方法是唯一存在的 那么 其中的这个系数会等于什么呢 这个系数呢 也会有一个科西积分公式的一种表达方法 那我就把这个空白地方把它补上来 CN is uniquely CN is uniquely determined by这个公式 它类似这个科西的积分公式 事实上呢 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CN的话 就是 它一定要等于这个积分 积分 我们要拿Z-A 拿Z-A 的N加1次方 去做分母 除FZ 除FZ以后呢 再DZ 然后E除以2πI 这就会是 这个系数的 这系数一定可以表达成 这样的积分 并且这样的积分呢 它会是 当然我们还要 讲清楚 要讲清楚是说 这什么 这个C Countour C 这个Countour C 应该要落在 灰色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 with that 这个C呢 可能你当然是要在 乖乖地沿着这个 灰色的范围里面 去做一个 可能逆时钟的路径 好吧 那这样积分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就知道说呢 我想讲什么 我有点loved 我想我先讲到后面去好 所以给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积分 我有点卡住的地方 是我有点怀疑 我对C的这个规定 是不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是 假设C就是 刚刚像蓝色这个画的部分 C是在这个灰色的区域里面 去绕着A绕一圈 绕着A去绕它一圈 那么 好 我想痛了 对不起 稍微有点卡住 所以 这个东西呢 课本上有比较 首先我先要先讲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稍微做个检查 只是做个检查而已 只是做个检查说 这个 就把这个东西套进去的话 应该不会错 那事实上呢 就如同 我们在证明说 函数 可以在某些条件情况之下 如果在A那点 请注意到这边 请注意到说这边A那点并不一定要解析 是不是没有一定要解析 这边只是说距离A有两个同行员 所以这有一点点tricky 所以它为什么它试用范围会更广 这边它并首先呢 注意到 它在这个定里面并没有规定F在Z那点 F在A那点要解析 那所以如果 即使它是没有 那也是 我们也是可以把 就把这个FZ 这让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检查呢 我们跳到这边来看 我们跳到这边来看 我们可以把FZ 假设它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写的话 好吗 所以这个检查的开头 我们假设FZ真的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极数核 那N的这个index会从负无穷大 不然到无穷大 如果它真的可以这样写的话 那么 我们就把 考虑一个这样的积分 考虑这样的积分 然后待会呢 我们会令这个FZ就代入它 好吧 FZ假设它真的可以写成这样子的形式的话 那么就把这里FZ出现的东西 你以刚刚这个形式给它代入 让大家了解意思吗 代入结果当然就是把Z换成Z 就会写成这种情况 写成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写成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各位注意到这个分子的地方 有Z-A的M次方 分子的地方呢 是Z-A的某个N加E次方 那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检验 简单来看看说呢 这个得到结果会不会会帮我们把CN给吐出来 跟CN会不会会等于CN去乘上2πi 这个会不会刚好是这样 那所以这样大家了解的意思吗 我们只是做一个代入的检查 看看它说这两者有没有矛盾 我们这样得到说CN真的是这样算 跟我们FZ可以表达成这样子的expression 中间有没有任何的矛盾 那希望结果是没有的矛盾 那所以我们就经过这样代入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想到猜测到下一个步骤 当然我们就会把Summation跟积分 做一个尝试做一个互换 做一个这样的互换 那么这边就变成 Route C去做积分 Route C去做积分 然后呢这里就会是变成 看起来是会有CN 乘上θ-A的多少次方呢 对于每个M而言的话呢 会是M-6n加1 M-6n加1次方 然后我们是对着Z来做积分 对着Z来做积分 那这里就回复到说呢 对于这个Summation里面这个积分 其实它非常单纯 它其实是非常单纯 首先呢 CN只是一个常数嘛 它可以推到外面去 所以这会变成Summation M等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然后CN已经推到外面去 剩下这个积分 这个环状积分 大家其实已经应该要蛮熟悉 积分应该要蛮熟悉 是Z-A的某次方 Z-A的某次方环状绕一圈积分 都会等于0 除非那个次方正好等于负1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会等于0 除非那个次方等于负1 也已经叫做除非M等于 除非M等于N 所以在M不等于N的情况下 这个积分绕一圈都等于0 这是我们在一开始介绍积分 甚至我们都还没开始讲一些 反导函数那些 大家就要一开始介绍积分的时候 举了两个例子之一 就是这个例子 Z-A的某次方去积分 只有在那个次方 Power是负1的时候 它才会飞0 所以其他地方都等于0 那在当M等于N的时候 这个Power变成负1 所以我意思是说 当M等于N的时候 这个Power就会变成负1 那这样算出来的情况之下 它的答案就会等 应该说 这里面的积分 这里面的积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会到处都 大部分的时候都等于0 那除非它这个M等于N的时候 这个积分会等于2πi 大家记不记得 这当M等于N的时候会等于2πi 所以稍微检查一下 我们把它讲完 所以呢 总之呢我们现在把2πi分之1 这个积分的公式套回去 这积分的公式套回去 那它就会等于这个2πi 会跟这个2πi会消掉 所以剩下东西呢 CN 剩下东西只有当M等于N的时候有值 所以这个MCN就会变成CN 但是这样子是做一个这样检查 做一个这样检查 好吗 所以这样子大家了解吗 洛朗急速它所适用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你要先consider有个A 有个A 然后我们希望以A为原心 来做一个极数的展开 做一个极数展开 那只要F of Z呢 它在以A为原心 Role 1到Role 2 两个通讯员之间的环状区域 到处都解析化 那么确实F of Z 可以用这种极数来代表 它这个极数的power呢 有正的部分 也有负的部分 那这种的极数 我们把它叫做洛朗极数 那我们这边呢 并没有解释说 这个表达是唯一性的 其实我们并没有讲到是唯一性 我们只是先讲说 接受它as a matter of fact 看起来检查 没有太矛盾的地方 如果大家想要像 我们当初证明 上次上课证明 泰勒极数展开的 那个expression等号成立的话 比较严谨的证明的话 请参考课本 这边的话 我想我们就 我相信大家会发现 跟泰勒极数展开的 这个证明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就不再强调这个证明 我们反而是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强调 要是它的应用是在什么地方 好吗 Any comment here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就稍微带一下这个应用啊 首先我要讲啊 为什么我刚刚顿一下呢 因为事实上啊 实用上面 我们当然会有这种提醒啊 比方说FZ等于什么 然后R1R2那个范围是什么 然后就请你去找 细数CN 我们会有这种提醒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这个题目 求CN这件事情 提醒 这种提醒 这种提醒 求CN啊 可能的考题 作业的题目一定有的 就是说 求 given 这种一定会让大家练习啊 given某个FZ 某个特定的FZ 它是我们知道 它是解析的 在某些范围是解析的 然后就是求 然后givenFZ 就是givenA啊 因为我们要在某一个 原心 以那个为原心来做 这种 series extension 的这种的表达式 那所以最后呢 这是down to givenFZ 又givenA的话 就可以求每个系数N N属于整数 任何整数 这个系数N 要你去求 但是呢 我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有这个例题 大家会 surprise 但是大家在看例子的时候 会 surprise 说 这个例题 我们完全没有要做 积分计算了 这个积分计算太麻烦了 就是说这个积分的计算 真是太麻烦了 这个只是说 理论上我们知道说 它唯一决定 但是呢 重点是在于唯一性 重点是在于说 它还是在这个 惹这个字 如果它是一个 the expansion的话 那么 就会回到那种事情 就是回到什么呢 就像我们找这个 怎么讲 如果这是一个the expansion的话 意思就变成 有点像我们在解PD的时候 我们说那个解 解是唯一的 对不对 所以就分离变数 只要我猜到我爽 我梦到 带进去对 那就是对 那就是唯一的解 所以唯一性 其实是更重要的 那所以 由于这个唯一性呢 我们会看到的例题 大部分 不管你日后 甚至到这个讯号语系统 我待会就马上 给大家带一下 讯号语系统里面 怎么用到洛朗基数 那么 那 重点就是说 只要我用任何的技巧 不要说梦到 如果说用任何的技巧 能够找到FZ 还真的就等于它的话 那就是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大家会记得 反而是那些计算的技巧 是比较实用的 那至于说呢 这个定理本身呢 我们就掌握一个重点 sure 它会有一个the expansion 它可以这样的expand 在这种条件下 两个同心圆之间解析 然后就可以以那个为原心 来做如此的展开 并且系数呢 这总是可以 可以是一个well defined的系数 因为以c 以某个路径这样圈起来 c这个积分是完全是well defined 好 所以 with that 我想跟大家稍微就介绍一下 这个洛朗基数 但是我都会很快就可能有机会碰到 如果你是大二下要打算修正文课的话 叫做训号与系统 它真的会用到洛朗基数expansion 怎么说呢 在训号整个训号与系统 这个它最主要的应用 基本上应该是说是数位训号处理 那这也是我个人认教的科目之一 所以我们会去看说呢 假设现在我们就画这张图 我可以把它稍微blow up 就这张图 假设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训号 它原来训号可能是类比的训号 类比训号也就是说这个时间 横轴本来是时间 横轴本来是时间 但我们知道说任何的电脑 digital computer 它要去处理训号的话 它只能够处理取样过后的训号 打个比方说照相这件事情 照相这件事情 传统的相机但是有底片 那底片就有一些的 什么样的那个化学的成分 使得它这个可以显影 这样子就可以 观念上面可以想成 原来那个进去的那个光场 基本上是连续的 是对于XY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照相这件事情 但到了这个数位摄影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去做取样 空间要取样 空间要取样 就是说呢变成是每一个像素 所以就有所谓的像素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一张影像现在很熟悉 多少乘多少 可能720乘上1080 它就是代表说这个XY的范围里面 我们采样了多少点 X采样了1080点 Y采样720点 做取样 那所以在训号处理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横轴现在是时间的话 如果是一度空间的训号 一度空间训号也是说 可能可以想象说 原来有某一个 比方说什么东西对时间变化的 函数 这可以是任何你想得到的电压 位移 或是电量 或是温度 或是什么任何的物语量 对时间连续分布的 你自己的这个 血压 比方说任何一个训号 那怎么样 让数位电脑去处理的时候呢 会 typical的做法 是每隔一段时间去测量它 每隔一段时间 t 就去测量它 每隔一段时间去测量它 每隔一段时间去测量它 所以这个t就叫做 我们测量的间隔时间 也就是所谓的取样时间 也就是所谓的取样时间 好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呢 本来 x of t 是一个 这边 x of t 是一个 时间的连续函数 但是呢 我们如果 另 去取样这件事情 就另某一个数列 x of n 事实上等于 原来这个x of t 小瓜糊 是n倍的取样时间的 其sample 出来的值 这就叫做所谓的去 对讯号做测量 做取样 每隔t 一段时间去看它一次 那所以在 所以讯号处理里面呢 会 就会蛮精彩的 它主要一个 第一个主题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呢 t要采样的多快 我们才不会失真 我们这个 最后这个 信号还可以再 再 重建回来 那这里就有所谓的 这个sampling theory 就是说呢 采样的这个频率 要大于 大于它最大频率的 两倍以上 这个就会有perfect reconstruction 所以这个是 数位讯号处里面 一些基本的概念 但是我今天 今天跟各位 稍微介绍一下 it turns out that 在数位讯号处里面 常常用到一个 的东西叫做 z transform 叫做z transform 那这个z transform 它怎么样的定义呢 它这个定义是 给定这样的 出发点说 假设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某个讯号 x of n 就是整数 那我们就可以去 建构 它反而是反过来 去建构 一个 这种的 洛朗极数 并且就把它 称为 就把它称为 这个建构出来的东西 就是x of z x of z 好吗 然后 所以这边的话 就牵制到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系数 x o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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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要以 这个就有点讨厌 在讯号处理里面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的一些讯号处理的鼻祖 他喜欢把Z的power定义成负1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historical reason 一些可能MIT的教授在1956年代 他们就定义这个符号 就很烦 这边是注意到他是负的 所以总之呢 精神人来说 我们要求第N个点的这个系数 事实上就是这个讯号在N这个点的函数值 讯号的值 那么就要想办法让这个 Z N减一方去乘以XZ以后呢 剩下会有非0的那个Term 就只剩下是刚好N这个时间点上面的值 这个大家可以套用像刚刚一样的方法 大家去看就会知道 大家去看就会知道 那么 但是 比较吊诡的是 比较吊诡的是我们在讯号处 我想就先讲两件事情 我们讲完这两件事情 大家有个印象 说以后修讯号处理 你可以回头再来看看会不会用到负变 那我会 基本上我可以跟你们这个经验分享 事实上我在学讯号处理的时候负变早就忘光了 负变早就忘光了 根本就不记得科系积分公式 所以很吊诡的是说呢 我们在讯号处理的领域里面 最后记得是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的解题技巧 最后记得会说呢 给定 给定FZ 最后我们就稍微瞄一下 我待会可能看一个比较做这样的 给定某个FZ 那则它的落挡结束 怎样硬是把它给猜出来 好吗 所以反而是这个科系积分公式不记得 那我这边讲 不记得第二个原因是这样子 不记得这个第二个原因是如此的 这样子看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我们会说呢 其实在讯号处理里面关注的事情是说呢 给定 XN 给定XN 好吗 我用写的好了 GivenXN for all N 假设讯号已知的话 那这个讯号可能有N小零 N大零 就是一个 无穷九的一个讯号 给定的话呢 那么则 我们通常是问的问题是说 当XZ这样子定义出来的时候 那么 要问说 XZ 反而是说 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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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反而是反过来问它在什么地方收敛 好吗 那所以这个收敛的区间 收敛的区间就还蛮有趣的 首先各位看到说呢 这个就会分成两个部分去讨论 首先呢 发现说呢 XZ 它有 是让它等于两个部分的相加 它等于就是说 summation这个地方 N可以从0开始 N可以从0开始到无穷大的话 就是XN 然后Z的负N次方 再加上了N等于负的那些地方 N等于负无穷大到负1 XN 这是Z的 也是负N 好 就这样子 所以 它这个收敛的范围的话 所谓XZ需要收敛的话 XZ要收敛的话 意思是说 它的当然这两个部分互相 两个各自都要收敛 两个各自都要收敛 那取那个收敛区间的交集的部分 才是我们这个XZ整个收敛的区间 所以很快的带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说呢 这可以同意 这个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它就是一个落朗极数 第一个部分它是一个 或是我这样讲 这个第一个部分它会 其实上它是Z的 Z分之一之 Power Series 它这样子是Z的导数的 Power Series E除以Z的Power Series 大家看得出来吗 那所以我们就要说呢 Z 任何的Power Series 它的收敛的区间 一定是一个 只有那三种可能 对不对 就是单点或是全平面 或是说在 in general是一个open disk 就是以零为原型 因为in this case 我们是以零为原型 以零为原型的一个 所以其 收敛区间 region of convergence 其实region of convergence 就应该是 让Z的inverse 落在一个原盘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Z inverse Z inverse就是Z的导数 Z的负一次方 Z的负一次方 的Power Series 其实收敛区间 应该会是让Z的负一次方 落在一个原盘里面 那以下 Z就是说Z要落在 某个原盘的外面 所以Z regime of convergence 必定是一个 存在R 然后Z regime of convergence 这个部分就没有悬念 它是一个Power Series 事实上它是一个Z的Power Series 所以 Z Power Series 所以 就是说 它的收敛区间会是什么 这一部分收敛区间 是存在某个R2 所以 region of convergence region of convergence 简称叫做ROC 中华民国 region of convergence 就会是存在某个R2 search size Z是小于R2 这范围里面 这个第二个Part 因为它本身就是Power Series 它会收敛 所以在讯号的语系统里面 我们会去问说 Given XN 可能它在左边延伸到 浮涌道 在右边延伸到 正乎层道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则收敛的区间 必须要是 这两个区域的交集 它必须是 这个区域 跟这个区域之间的交集 那这交集的话 有可能如果不信的话 会没有交集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很无聊 就是说 某些的讯号 定义出来 它的inverse 是到处都不收敛 就很无聊 所以它是有可能没有交集 那有可能有交集的情况之下 会是什么呢 会是 就比方说 它for example 可能有交集情况 就是要R1小于R2 那我们就有机会 这两个区域就有交集 所以大家有发现说 当R1小于R2的时候 这个 讯号处理 就是语系统里面 就会告诉我们说 R这个缩电的区间 是一个环状的区域 这也是解释的 就是说 我就打开这边好了 这边跟 跟负变介绍的角度 是完全相反的 负变我们是先假设 会有这个 FZ是属于 Analytic Function 什么的 它在这个 环状区域成立 所以可以让 若狼展开 但是在讯号语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系统的 这个领域的鼻祖 以前MIT的教授 他们一开始就是 反过来切了 一开始说 管他先定义 网极数展开 然后这样推导 推导发现说 收电区间 可能会是一个 环状的区域 当然如果当R2 区域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环状区域 就会变成是 以 就是全平面除掉 把一个中间 那个圆盘去掉的区域 所以这R2 当然也有可能是 某些情况 R2是区域无穷大 这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大概是说 跟大家预告一下 这个东西 未来在讯号语系统 真的会还蛮常用 还蛮常用 这样可以吗 好 这边有点不小心 讲太久 因为这个还蛮 跟大家分享 当我自己在 其实在两年前 开始教这门课之前的话 我科学基本公司 已经忘记 但是我需要处理 还是觉得蛮不错 所以大家知道 是很严重性 在整个电机领域 其实在讲需要处理 才有另外一套语言 它本来应该要 跟负变相通的 但是呢 搞到最后 大家要把负变都忘记 所以 相当忘记 第二个理由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所以我就终于可以 继续讲下去 刚刚本来想到 是为了要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 它有没有看起来 像是反复的转换 像是反复的转换 所以在讯号处理里面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说呢 如果刚刚那个 Region of Convergence 它有包含单位元的话 这个就是 所谓单位元就是 半径等于1的这个元 如果以0为原型 半径等于1的元 落在我们的 Region of Convergence里面的话 如果它落在我们的这个 缩链的范围里面 在我ROC里面 那么就代表说 这个讯号 它的离散时间之复利液转换 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 是存在的 好吗 所以可以transform过去到 它会画频谱 从频谱也可以重建讯号回来 所以在ZTransform跟 Fourish Transform 跟所谓Discrete Time 的Fourish Transform 那个离散时间版本的 复利转换 它两者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 所以这个反而是 我们在讯号处理 一再三强调的重点 会是在 跟复利转换中间的连接 在于Sample 反而跟负变就用的少 所以大家如果 往好处想负变学的不好 也不要害怕 你还是可以选讯号语系统 你还是可以去修 数位讯号处理 这没有问题的